我们来看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呢 它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呢 大概就是会开始出现行为跟认知异常 主人一度怀疑这只狗呢 已经开始不认识这个主人 而且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呢 也开始觉得陌生以及不安全感 所以也没有办法好好的 好好的在家里 所以主人认为这只狗变了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因为它紧张的关系 熟悉的环境也变成陌生 所以它开始会出现漏尿的情况 所以主人的complain大概以漏尿为主 但是也没有跟我们讲之前 已经发生了两个月呢 发现这只狗越来越紧张 那当然第三点呢 是因为这只狗之前呢 被诊断是PKD 就是多囊肾 多囊肾 然后所以吃肾脏的处方 所以第四点呢 这只狗在两个礼拜之内呢 就是突然变得越来越瘦 越来越消瘦的意思 所以它的主数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去厘清 它到底有多囊肾吗 这个几率应该是非常非常低 然后要去排除脑部的问题 认为它行为跟认知已经开始出现异常 然后再者就是它销售的原因不外乎是 心应性的销售 肿瘤性的销售 像类似糖尿病啊 慢性病 肝肾的疾病 这五类为主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区别诊断的地方 没有发烧的病史 没有发烧的病史 然后就这边的检查来看呢 白血儿开始偏高 到17,200 然后再就是它的Cretinin 2.0 也开始往上标了 然后终于是乳酸到3.05 到3.05 BUN目前是20 所以BUN3Cretinin目前是10 球蛋白是3.9 白蛋白是2.9 然后红血球像是呈现出Polysysemia 农血症的现象 农血症不外乎心肺肾 这三个地方有问题 所以等一下先来看S光片 所以区别农血症的方向是心肺肾 然后目前看到乳酸偏高 是肝肾肿肿瘤败血 这四个为主 以前也没有心脏病的病史 没有心脏病的病史 因为盖磷成绩还不到60 所以你说跟肾脏有直接关系 不尽然 不尽然 然后红146加4.1 绿是116 然后Colison7.2 所以确定它是有 Cushion 确定它是有Cushion 然后从S光来看 我们先从BD照来看 BD照这边就是发现 有几个地方有问题 第一个 我们在左后中隔的地方 发现有一个类似团块的东西 类似团块的东西 所以不排除中隔墙有并造 中隔墙有并造 所以这个要去排除 然后从BD照来看呢 是看到我们的前气部的地方呢 角度已经变得很大 所以这前重隔墙 可能要有并造去 有需要有并造去排除 那当然心脏呢 跟横隔交接 那告诉我左心是以肥大为主 左心是肥大为主 所以就要看它肥大性的病变 然后再来从S光测照看到 比较明显的是肥变得很大 然后变成小肝 小肝 那不排除有肝外的分流 肝外的分流 我们要去做乳奥 要去做乳奥 这是腹腔 腹腔看到皮障确定是非常大 确定是非常大 那当然这要从超音波进一步去做确诊 超音波去做区别诊断 还有它小肝 是否有肝外的分流 我们要去做排除 所以接下来开始做心脏超音波 做心脏超音波之后才发现 它心气 心跳非常非常快 大概已经到达所谓的VT 心事性的心跳过快 心事性的心跳过快 然后1除以Prime 目前大概是16.5 17.57 所以它心内压也确定是高的 那刚看甲离子大概4.7 所以会建议先从 Spiritone先开始 因为甲离子4.1算是偏高为主 偏高为主 那一部分是不是这甲离子的高 是跟我们的肿瘤的影响有关 那就要看 就要看我们有没有找到肿瘤的证据 有没有找到肿瘤的证据 那至少这个心率的部分呢 要先去控制 心跳226 这次26.8公斤的狗 所以这只土狗 所以 艾欧龙可以从1公斤1到3个Megrand 一天两次先开始 那心内压的部分 甲离子4.1是偏高的 所以我们 刚刚讲Spiritone是不对的 应该是从Frozz Ami 左手 去排这个甲离子 不能给保甲的 否则担心甲离子会越高 然后甲离子4.1 确定是有点偏高 那看是不是肿瘤引起的 要看肿瘤的证据再来决定 然后这个是 4枪式的重隔枪跟后币 踩的1' 一个是16.5 17 一个是18.66 确定是高的 所以他心内压确定是高的 但是心脏确定是 心肆性的 心跳过快 所以他真正的血是没有办法送出去 所以担心这时候有血栓产生的时候 心脏的收缩功能会变得更差 所以要从 部分要从血栓着手 去改善心内压过高的现象 然后 一部分是心内压本身是偏高的问题 这两部分都有可能会让他的 枪式看起来是偏大 但是心肌必确定是肥厚 然后从S光看起来 心脏并没有明显的偏大 但是心肌确定是肥弹 但是因为卡在他的枪是不够大 所以心脏看起来在S光看起来是正常 在S光看起来是正常 但是心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然后他的心输出的左心LVCI 才1.23左右 因为他的VTI才5.06 所以他心输出大概只有正常的3分之一左右 因为确定是无效性的心输出 虽然心跳的很快 但是心率不整血酸的关系 然后心内压高 血根本送不出去 所以左心绑压是高的 那当然如果说一部分是卡在血压高 那阻力大 所以送出去血油会不容易 那我们在这里是没有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担心是心率不整跟血酸的影响 这个心是心跳过快 如果是心音性的应该是撑不了很久 所以怀疑是非心音性 非心音性的部分呢 要先去排除重瘤 先去排除重瘤 这是右心室的出口 肺高才38 所以也不严重 然后收缩这边大概到了53层 所以事实上他是心室性的心跳过快 心肌肥大 腔刺是偏小的 所以他产生所谓的过度带长 所以FS目前是53 在过度收缩心跳是快的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给DOTR去改善这个过度收缩心肌缺氧以及心跳很快 所以可以考虑给DOTR 或是只给IORON 1公斤1到3个MIG 所以如果心脏是过度收缩 那应该是考虑DOTR 或是 类似耳体 NO-NO这一类的药 同时降心跳 同时减缓心脏过度收缩都可以 否则心输出太低 很容易猝死 很容易猝死 然后这个是肺脏确定有看到肺酸塞的微低聚塞 微低聚塞 然后我们现在在心脏的前缘确定看到一个团块 然后这个团块大概三乘以两公分左右 所以不排除是这里的肿瘤引起的我们甲离子高 刚刚有提到 然后再就是 讲二病值的部分可能跟它也有关系 那一部分心率不整的可能跟它也有关系 那就要看这个肿瘤控制的效果好不好 那是因为心剂心脏性的心跳过快 所以它应该是随时处在一个会死亡的状态 很容易猝死 很容易猝死 这是在纵隔枪有找到一个MAS 找到一个MAS 2公分乘3公分的一个MAS 然后这是做成M1 我做成M1 然后这是另外一边一样看到一个微低聚塞 一个气型的部分 告诉我这是肺酸塞 可以给一些保酸通或是打一些Claison之类的 那当然在新式性的心脏过快会建议吸氧气 我很容易导致会有脑部会有缺血缺氧的情况 缺血缺氧的情况 整理来说心脏是过度收缩 心肌肥大 腔势偏小 向心性的肥大 再来就是因为心内压的关系 很容易产生肺碎中的反应 所以佛罗西麦给 因为贾力是4.1 佛罗西麦给 过度收缩 心跳快 心跳到197下 所以心跳快 过度收缩 给Atenono 去减少血管主力增加心脏的输出 减缓心剂 已经减缓心肌过度收缩缺氧 然后再来就是 血栓的部分给保酸通 1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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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心血管的状况 因为有肺栓塞 所以考虑开始给保酸通 然后再开始看是脑部 因为它出现所谓的CBDS 就是所谓的认知跟行为异常 所以我们怀疑它脑部 可能两个月来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在自己的家里也觉得不安 然后也没有罢好我的进食跟漏尿 所以有这个画面呢 是从右侧太阳穴做的 然后这边是古墨的过度增生 这边是水脑 脑室大概是到1.5公分左右 然后这里是两个比较明显 我们做脑操的时候 然后把对比调到最高 就会看到很明显的结构 这个大概都在脑室内 看到两个团块样的东西 直径大概是1.16公分左右 所以这个是从脑末症后 古墨症后 然后看到脑室有高回音团块样的影像 这个在大型狗跟猫比较常见 所以这个是脑室内的脑末瘤 脑室内脑末瘤产生的现象 然后目前的PI值大概到2.63 也超过2.5以上 也超过2.5以上 这是前脑动脉 所以它脑压是高的 但是新疏疏是低的 所以我担心它的血压是不足 所以会直接产生缺氧性的脑病变 所以建议直接吸氧气是最好 去改善这个现象 那至于脑末瘤 我们可以给B12 可以给爱智去做控制 Colison也确定是高的 所以加8可域 1公斤可以给到一个mine ground 开始 所以就它脑部的状况 肺脏的肿瘤 我们不见得能帮它干什么 当然如果它状况允许 会建议开始吃面杀厨癌跟叶酸 去做化疗 但是如果不允许 会建议先从 佩妮安 大概一个礼拜吃5颗的肿量 加叶酸去做配合 当然它状况允许 我会建议从面杀厨癌跟叶酸一起给会最好 这个是脑下垂体的部分 脑下垂体目前是0.82公分 正常0.5到0.75 所以也是偏大的 因为它确定有PDH 确定有PDH 这个确定是水脑的部分 脑室是1.57公分 然后这是脑室内的高回音的影像 大概是1.6乘以1公分左右 所以它确定是脑室内的脑不了 PI最高到2.63 所以我们可以降一点脑压 你舍勾令可以开 然后Chrome e-prime也可以开 有漏尿的问题 我们一半开 Chrome e-prime 一半开1.5-prime 然后脑压膏 我们给你舍勾令 去做控制 这是腹墙 皮脏的部分 皮脏确定是大的 肾脏确定是 还好 肾脏还好 所以这个Case事实上是卡在心脏前缘重隔腔的肿瘤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它是脑室内的脑末瘤 脑下垂体的肿瘤 PDH 所以它颗粒中也是高的 然后贾离子高嘛 新内亚高 所以我们给Prosemine 向心性的心肌肥厚 所以它X光下看起来是正常的 然后X光我们又看到肺酸 是要给一些 宝酸通 心脏过度收缩心肌 那给Atenon 然后同时减换心脏过度收缩跟心肌的部分 然后脑末瘤可以给艾滋 然后胸腔的肿瘤 大概2公分乘3公分 会建议给 灭杀出来一家叶酸 或是任何软组织肿瘤 一样都可以给佩妮安 一样都可以给佩妮安 这Case有一点很复杂 单就X光跟血碱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区别 从血碱看到Critin 2.0 你可能会从肾脏的角度着手 但是它的重点应该不在肾脏 然后因为乳酸已经到3点多了 所以我们进一步要怀疑它是不是有肿瘤 因为Critin 2导致它会产生恶病值 体重没有明显的减少 只是开始产生一些行为的异常 然后再就是贾力质4.1算是有一点偏高 这只7岁左右的土狗 年纪也不算很大 所以贾力质应该要维持在4以下 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是比较合理的 那至于漏尿的部分就给 Cromypramide行为矫正的用药 让它不要那么紧张 然后看这些治疗对它有没有一个整体的反应 后续再来追踪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病例 情意儿 感谢观看